前面低型症缓器把RS的不允许状态是消除掉了 但是它同时也没有了QN的状态 那如何可以让这个RS症缓器它的QN、0、1这三个都能保留 只要把不允许的状态把它去掉 那这个时候就是变成我们来介绍的JK症缓器了 那JK症缓器它要介绍的内容有比较多 所以说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那JK症缓器我们要介绍的前面的前沿 JK症缓器的电路还有完整的JK症缓器 还有JK症缓器的增值表与激励表 JK症缓器的特性方程式还有主重式的症缓器 那第一部分我们先介绍前沿JK症缓器电路和完整的JK症缓器 那现在我们就准备进入到第一个部分 JK症缓器是由RS症缓器电改良而来 那RS症缓器的输出中有一个不允许的状态 我改良这个缺点就变成为JK症缓器 那JK的作用和SR是一样的 J为设定它是使Q为1 K为重置它是使Q为0 那我们现在看JK症缓器的这个电路 右边AVQN加1实际上 它是一个念的杂组成的RS症害动作 那左边是JK症缓器电路 它是把Q跟QBart拉回到输入端这边 那我们看这里 QBart接回跟K跟J同一颗念的杂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CK是0的话 那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个时候如果是CK是0 那因为念的特性 两个输出都是E1 两个都是E1的话 那就是A为E B为E 那表示它怎样 维持圆态 没有改变状态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A是等于J&QBart 然后再Bart B是等于K&Q 然后Bart 这里先把它记清楚 A等于J&QBart B等于K&QBart 然后AB它们的输出 AB的话00的话是不允许 A为0 B为E 输出就为多少E A为1 B为0输出就为多少0 看好哦 B为1就为1 B为0它就为0 好 现在我们来看 那假设 如果J等于0 K等于0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 A等于J&QBart B等于K&QBart 得到A为1 B为1 那刚刚我们知道 那是念的杂的拍动作 A为11的时候 它是QN 表示状态是不改变的 所以QN是0 它的QN加E是0 QN是1 它的QN加E是1 所以我们就想说 JK是00的时候 它的QN加E是不改变状态 是QN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时候呢 J是0 K是1 那 这里我们就得到 J是0 那A就为1 那K是1的时候 如果Q为0 那B就为多少 1 Q为1的时候 B就为多少 0 那这里面 AB为11的时候 它是元态 所以说 QN是0 所以QN加E是为0 但是 AB是10的时候 QN加E就为多少 0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到 JK是01的时候 QN加E 一定为多少 0 那我们再过来看下一个 这个的话 J为1 K为0 那K为0的话 B就一定为多少 1 那J为1 如果QN是0的时候 然后 它的A就为0 QN为1的时候 A为1 那这里我们看一下 AB是01的话 它的输出是多少 1 那AB是1的时候 它是不改变状态 就是原来是1 它还是多少 1 所以 我们得到 J是1 K是0的时候 QN加E 还是为1 然后我们再过来看 JK都是1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到 QN是0的时候 那A为0 B为1 QN是1的时候 A为1 B为0 A为0 B为1的时候 输出是1 A为1 B为0 B为0 输出是0 那这时候的QN加E 跟我原型的QN 来做比较的时候 刚好都怎样 相反 所以说 JK是1 1的时候 那么它的下个状态 都是刚好相反的 所以我们叫做什么 QN吧 那JK正反系电路 所以说 当J等于1 K等于1 CK来了时候 那Q输出的状态 会和原来的状态相反 我们称为 横辨 或者是 反转 那就是QN加E等于 QN吧 它改善了 RS 正反器的电路 那输出不允许的状况 不会出现 那现在我们来看 完整的 JK正反器它的符号 跟它的真值表 这是一个完整 JK正反器的一个符号 那你会画 我们从这边来看得到 两个输入 JK 时迈控制 CK 两个输出 Q跟QBAR 还有PR跟CLR 那它现在的真值表 我们来看一下 PR动作给它0 CLEAR就不动作为1 那QN加E就为1 第二个 CLEAR动作 PR不动作 所以说 PR是1 CLEAR是0 QN加E就为多少 0 那PR跟CLEAR动作的时候 然后 CK JK 都无关紧要 所以我们用XX 表示 再来 JK自文器 要工作 那我必须就要让 PR跟CLR 这两个 不动作 所以他们 因为他们是 肉动作的 所以我们全部给它1 那这个时候 J跟K 两个是00的时候 那 复原进来了 那它的输出是QN 表示状态不改变 那 JK是01的话 那有一个复原进来 那它的输出就为0 那JK是10的话 那复原进来 它的输出就为多少 1 那JK是11的时候 只要有复原进来 它的输出就怎样 改变状态 我们就怎样 QN 这是完整的一个JK自文器 它的符号 和它的一个真值表 那现在我们来看 真值表和它的 时序图 左边是一个真值表 右边 我们看有CK 还有JK 两个输入 现在我们来看 第一个虚线的地方 J为1 K为0 所以它的输出 Q就由0 变成到1 然后我们再过来看 第二个虚线的地方 J为0 K为1 所以这个时候 Q就要由1 变为0 再往右边 第三个虚线 JK 刚好都是11的时候 所以你会发现到 Q由0 变为1 然后最后一个虚线 JK还是11 这个时候 Q由1 变为0 这个时序图 就是根据 JK正反器的真值表 我们再来看个 两条虚线中间 两条虚线中间 有一个时脉 它还是一样 有一个复原触发 但是这个时候 JK是多少 00 所以JK是00 它是Q1 所以它还是 保持原来的异状态 好 那 JK正反器 它的真值表 跟实际图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也就是说 第一部分的介绍到这里 刚刚我们介绍过 JK正反器的电路 实际上 它就是把 输出 Q Q bar 拉回到输入端 交互 然后 消除掉 这个不允许的状态之外 同时它出现了一个 QN bar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变成一个 JK正反器 它的真值表 它就是有 QN 01 QN bar 那完整的JK正反器 就是除了两个输入端 JK 一个实脉 还有两个输出 QQ bar之外 它还是有一个 PR跟CLR 那这个PR CLR它可以是 害动作 也可以是 漏动作 那还是一样 它们是 优先 但不能同时动作 那我要执行 JK正反器的功能的时候 我一定要把 PR CLR给它做一个 安置 也就是不要让它动作 那我们接下来要看 JK正反器的第二个部分